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人可以预料火警或灾难何时发生 万一不幸发生了 大家总是想知道事实的真相 火警起因调查工作 就是要在灰尽中找出事实的真相 以及避免同类事情再次发生 火警发生后 消防署的现场主管 会进行初步的火警调查 去找出火警的成因 以及判断是否涉及刑事成分 不过如果涉及人命伤亡的火警 或者一些重大事故 消防署会承担专责小组 去进行更深历的调查和守证 火警起因调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同时也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因为火警现场一般都是受到严重的破坏 火警调查员是需要透过一些蛛丝马迹 运用消防科学和其他的专业知识 去推断事实的真相 在调查的过程 我们以科学的方法进行证据的搜索 我们也会在现场拍摄做记录 以及向目击者落罪口供 火烧和烟熏过的痕跡 电力装置和电器的状况 火警后的损毁程度 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线索 帮助我们进行火警调查 我们也会利用探测仪器 以及出动火警调查员进行我们的调查 除了火警调查这个专业 在国际上不断地发展 消防署的火警调查专队 已经达到国际的水平 截至2018年 消防署已经有16位火警调查员 在国际重火调查人员协会 取得认可的火警调查员的专业之间 我们会负责火警调查的任务 以及兼顾起训练的工作 如果市民目击火警的发生 可以向我们提供资料 协助我们找出火警的真相 如果想知道我们消防署不同专队的资讯 请继续留意我们Facebook的专页